以一句打开天窗说亮话 风鸣全美各地的资深媒体人兼主持人 蒋宇乔与成亮 联手主持的东森热门节目 蒋亮话 这个月迈入五周年了 回顾五年前 在东森新闻台首播 到2017年 不只是节目内容多元 话题持续火热 还跟着美国观众一起成长 是许多华人家庭 周周不能错过的荧幕好朋友 接合南加州最资深的媒体人 蒋宇乔与成亮 量身定做的黄金组合 不止五年来 红遍全美各地 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更棒的是 节目内容结合 新闻 综艺与访谈 兼具深度与广度 我真的感觉到 这个时间 真是最残酷的杀猪刀 没有吧 有 我觉得我已经 五年前 五年后 攀入两人 没有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 我觉得内容上面充足 所以我完全不是姨貌 对 讲到话一推出 就是完全以内容取胜 我感觉是好像有一点 对小费有点意见 他们不明白 从上餐馆到底要不要给小费 深入分析美国华人 会遭遇到的各种问题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 都已经八九十岁了 全家都出动 在证明说 他真的是跟我在一起 到跟上加州同志婚姻合法化风潮 请来资深艺人黄晓宁老师 电视上真情流露 讲量话都秉持 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精神 积极找来各方专家 或代表人物深入对话 其中更不乏 市议员律师与医生 帮华人观众维护权益 一个月有两次的开会 就是第一个礼拜二 跟第三个礼拜二 是晚上七点半 在市议会二楼 透过这些专家的访谈 或者我们做了一些报道 或者一些探讨 让我们觉得说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权益 是可以自己争取的 尤其你说法令常常的改 然后社会的现象也常常的变 市场的趋势也不断的在更新 我觉得我还没做过瘾 我觉得还有好多东西 可以透过讲量化 带着观众跟我们一起去了解 然后真的像亮哥讲的 可以学到东西 同时跟上网路平台大趋势 讲量化节目也连上网路 方便全世界各地的观众 看得到听得见 美国华人生活 所关心的各种话题 好像以前说 只有在LA在美国可以看 在大陆跟在台湾都可以 而且都有很多人写信来说 哎呀好难得在美国 看到两个超过一百岁的人 还可以讲得这么 这么活力无穷 不只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 更多网路上的精彩重播 与脸书上的热情互动 也让主持人惊喜 我还真的因为讲量化我的初中同学 就在讲量化留言说 请问你是以前的那一位吗 所以我们跟以前长得都一样 真是老耶 真是老朋友 更难能可贵的是 两位金牌主持人 对于节目品质更是不断追求 从2013年新开设 太平健康人生单元 专程找来太平医疗网 董事长李本宏医生 分享美国医疗网的大趋势 到2017年包含教育旅游地产与商法 四大单元 更贴近美国华人生活 把我们自己当做观众的心态来做节目 所以访问的来宾或选择的话题 都是我们有兴趣的 对不过我觉得五周年 我倒想回头想想 在过去的这个四年里面 有哪些话题观众还要想再听的 对 要告诉我们 秉持一贯的辛辣问答 写实派的真情流露 并且努力在节目中 提供各种生活讯息 给东森美洲电视的观众 庆祝奖亮话迈入第五年 2017年7月1日起 更要推出五周年大回顾 并且根据节目官网上的 前十大浏览人次 让观众跟着主持人一起回顾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东方新闻李仲敖 叶红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